嗨,朋友们 离开那赤台不久 旅客列车将一路上潘 进入昆仑山脉 这里的河床宽浅 水流散乱 在海拔4000米的地区 周围全是沙化的土地 河滩被冰川水流冲刷 戈壁滩被风沙雕琢 这里有鱼鱼 很美,好像Gran Canyon 很可心 很可心 这里的自然环境 以戈壁 荒漠为特征 植被稀疏 以灌木 半灌木 和草本为主 离开那赤台越远 地区越荒芜 景色越迷人 高山 湿地 与绵延不断的篱笆墙 构成一幅幅 美丽的图画 铁路的两侧 设置了篱笆墙 以防止野生动物 在铁路上游荡 这里的地形相当开阔 山岭浑圆 而坡度平缓 山体窄 而高谷宽 呈现 远看是山 近看是川 的高原景色 山 看到没有 河 哇 这样的 这些桥 看这个景色 嗯 有火车过来 就是这条火车会经过这条桥 在這裏 這樣吧,很多這樣的橋 高高的 我告訴你,這其實是一部分的旅程 是值得的錢 這才是一個地點 這裏的旅程很漂亮 這裏的旅程很漂亮 看到很多美景 這裏的旅程很漂亮 哇,拍到火車頭 你拍吧 看到我這麼好 我現在看到我 因為你 哇 很棒 看到火車頭嗎 是的 你可以移動嗎 太小了 可以移動一點過來看 可以的 這個火車很長 我們在中間 在那邊 還看到靜靜的 你可以移動過來看 移動那個火車 嗯 移動到嗎 移動到 所以 就像是 旅程 在我們的日常 我們都在那邊 都是在那個地方 在肯定的地方 靜靜的地方 看到很多人 很多人開車去 很多人開車去 你還沒有 停在路邊 那裡拍照 嗯 嗯 開車未好 有鬼丸 有人住的 暗鬼山也有人住 你想知道它有多高 哇,相簧 你想知道它有多高 你可以在牆壁按摩 它有指示 火車 是這樣的 它是火車 有人家 有牧民主 奇觀 沿途的風景很美 七月的天氣 山上依然白雪矮矮 景色迷人 讓人目不下街 我們可以看到 有冰雪覆蓋的冰川地貌 極進雄魂壯美 青藏高原 由於海拔高 氣溫低 洞土層 分布很廣泛 昆仑山口的 大片高原洞土層 中年不化 所以 以橋帶路 是解決洞土問題的 技術突破 這也形成了 獨特的 高原風景線 這些橋樓 一座座 自態各異 有的就像巨龍騰空 飛跨兩山之間 有的恰似臥龍低吟 與青藏公路相依相伴 有的如同乾隆破空 穿越巨大的高原 奔騰而出 青藏高原的橋樑設計 主要考慮安全性 無法像其他地區一樣 考慮橋樑的美觀 幾乎所有橋樑 都採用水泥裝結構 以避免出現鋼架結構 在洞土層中下陷 給鐵路運行 造成危險 遠處我們可以看到 那場常望不到頭 以橋帶路的大橋 這些橋樑 專為藏羚羊 藏牦牛等珍惜動物遷徙 而設置的橋樑通道 還有數百座 留下了足夠的遷徙通道 為野生動物 從橋樑下放通道 從容而過 好美啊 你明白啊 等一下 OK 來看看 你來啊 好美啊 我先拍你啊 塞進去 好 曬了 火車窗外 見到的 就是昆仑山脈 千百年來 昆仑山 留下了許多美麗的傳說 和難解之謎 吸引著 國內外 道教弟子和遊客 前來朝拜 修煉 登山和考察 遠處 我們可以看到 一輛輛的貨車 在孤丹的公路上 行駛向昆仑山口 昆仑山口 位於昆仑山中段 海拔4767米 是青海 甘肅兩省 通往西藏的必經之地 也是青藏公路上的 一大關愛 因山谷愛口而得名 買一個 上下和下的座 現在變成了 上下的座 下的座 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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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客列車 snip рол color 古...... 将谷 行駛 onte 行駛 彷錄 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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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绵不绝的雪风 尽管昆仑山脉平均海拔在五千米以上 但是在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的青藏高原上 也不怎么高峻 看起来而是壮阔、旷远、绵延 山脉常年摆雪覆盖 虽然荒凉但景色美不胜收 这里分自看风景 没看过这么多冰车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